如果俄罗斯赢了,缓国进来后将报复哪些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老美居然不是被报复的对象, 而这几个小国却必然遭到俄方的清算。 首先,俄罗斯为何不报复老美? 其实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进行考量, 站在一个大国的立场上看, 报复一词是过于偏激化的, 在通常情况上来说, 报复是一种手段,一种名号, 而不仅仅作为目的来存在。 只要理解了这句话, 我们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 为何即便俄罗斯赢了, 他们也很有可能不会报复美国。 美国固然从头到尾都想搞垮俄罗斯, 俄罗斯自然也无时无刻不想着对付美国, 但这两个国家的争斗并没有这么简单。 早在上个世纪, 两国便已经积累下了相当深重的仇怨, 自1922年苏联成立以来,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便相当抗拒, 排斥乃至于尊武苏联, 不但在外交, 经济上采用了各种手段 进行打压, 更是出台了相当知名的孤立政策。 美苏两个国家只有在二战时期, 才以同盟国的名号短暂地站在一起, 但也是貌合神离, 两国有共同的敌人, 但绝非朋友。 后来世界陷入冷战, 冲突的最核心自然就是美苏两国的争斗, 苏联与西方世界的矛盾愈演愈烈, 几乎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曾短暂地试图靠向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结果却是热脸贴冷屁股, 不但一点好处都没有跑到, 还差点在对方的各种手段下, 把本国的经济都搞崩溃, 自此两国的矛盾已经来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但即便是薪酬救恨加在一起, 俄罗斯后续报复美国的可能性都相当的小, 原因也很明显, 这会带来双方都无法承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过劲的他们将对哪些国家发起报复? 答案超乎你的想象。 首先第一个国家是芬兰, 俄罗斯与芬兰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真正的世仇, 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 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 其实俄罗斯和芬兰是接壤的邻国, 并且边界线还长达1300多公里。 上个世纪, 苏联刚刚成立的时候, 苏芬两国便因为边界线争议爆发过冲突, 苏芬认为芬兰威胁到了其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的安全, 希望通过谈判威胁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 结果自然也是破裂了。 1939年11月, 苏联对芬兰宣战, 太平大举入侵芬兰, 宣称要夺取芬兰全境, 史称苏芬战争或是冬季战争。 这场战争的结果, 了解过相关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了, 苏联重兵发动却损失惨重, 伤亡来到了近40万, 而芬兰仅伤亡10万左右, 占领芬兰全境的目标自然而然失败了。 特别是被誉为白色死神的芬兰王牌狙击手西蒙, 海耶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便击杀了542名苏军, 也让苏联大为蒙修。 自此两国也是彻底地结下了梁子, 直到今天, 芬兰的反苏反俄情绪也是相当高涨, 两国可谓是真正的世仇, 更何况芬兰还是北约国家, 就在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 因此芬兰极有可能成为报复的对象。 其次第二个国家是挪威, 俄罗斯与挪威的恩怨, 不管是外交上的亦或是领土上的, 始终围绕着一样东西展开, 那便是能源。 上个世纪, 苏联就曾因为能源矿床与挪威爆发过冲突与争议, 这个问题始终争执不下且愈演愈烈。 直到现在, 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冲突已经相当尖锐地暴露了出来。 比如在俄乌冲突中, 挪威就借着西方世界制裁打压俄罗斯的机会, 凭借着同样丰沛的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发了一笔大横财, 这本就让俄罗斯相当的不爽。 更加令人择舌的是, 挪威在赚到钱后, 立刻又大手一挥, 对乌克兰提供了将近百亿美元的天价援助, 直接就让俄罗斯不满到了极致, 相当于原本应该赚的钱被对方赚了, 反手还要用这笔钱针对他们。 到现在, 俄罗斯与挪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甚至殃及两国的动物。 前不久, 挪威42头驯鹿越界俄罗斯, 挪方想要回来, 结果俄罗斯直接要求赔偿金, 每投6700欧元。 冲突到达如此地步, 挪威自然可能遭受报复。 然后是第三个国家, 是立陶宛。 俄罗斯与立陶宛之间的仇怨, 用血海深仇来形容, 绝对不为过, 是真正的灭国之恨。 18世纪立陶宛被瓜分, 其中一部分就归入了沙俄, 1918年独立后, 又被苏联实际掌控, 只在名头上保留了独立加盟国的名号, 后来通过战争彻底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1990年3月, 立陶宛是第一个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的国家, 对待俄罗斯态度相当强硬仇视, 后续也是彻底倒向了北约、欧盟。 俄罗斯和立陶宛, 无论是从官方亦或是民众的角度出发, 都是彻彻底底的对立仇视, 因此也有极大可能成为被报复的国家之一, 毕竟北约的身份摆在那里。 如果俄罗斯赢了, 他们将对哪些国家发起报复? 美国并不是报复对象, 而这两个大国就惨了。 接下来第四个国家, 也就是日本。 俄罗斯与日本同样也是积怨已久, 无论是沙俄时期, 亦或是后来的苏联时期, 再到现在的俄罗斯, 双方相互仇视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 沙俄时期最著名的冲突事件, 莫过于日俄战争, 双方为了占据我国东北的利益, 大打出手, 在1904年正式交战。 在这场战争中, 沙俄军队因为补给困难, 再加上指挥上的失误, 频频遭受失败, 后来美国出面调停, 才得以停战, 自此日俄两国结下了深刻的仇怨。 苏联时期, 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转变, 苏联曾经制定过一项极其惊人的计划, 那就是通过大型炸弹引爆富士山, 将日本彻底毁灭。 虽然这项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不过还有另一项知名的事件, 那就是西伯利亚日军战俘重土斗, 这也是日本最不愿意回忆面对的惨痛经历。 到现在, 俄罗斯与日本又在北方四岛上起了强烈的冲突, 从中也能够看出两国之间的矛盾确实是无法调和, 极远已久, 因此日本极有可能是报复的对象之一。 接下来第五个国家, 正是英国。 梅德维杰夫曾毫不避讳地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一个论述, 那就是英国是俄罗斯永远的敌人, 能够在国际交往中说出这样的话, 足以见两国之间的冲突之激烈。 沙俄覆灭苏联成立后, 原本关系尚可的双方彻底决裂, 相互反对, 执行各种针对性打击活动是家常便饭。 甚至在二战刚刚结束后, 丘吉尔还曾经提出过一个构想, 那就是火同战败的纳粹德军空袭苏联。 后来, 英国彻底倒向美国一方更是加剧了冲突, 英国也可以说是苏联, 俄罗斯在欧洲的主要竞争敌人。 前不久, 甚至有曝光消息称, 英国正在密谋一项大计划, 目的是将俄罗斯彻底分裂, 将俄方制解成大大小小的43块。 从中也能够看出, 双方的冲突的确是相当激烈的, 俄罗斯执行报复也相当有可能。 最后第六个国家是波兰。 如果要评选世界上最敌视, 最仇恨, 最反俄的国家, 波兰绝对是极其有竞争力的人选。 这两个国家是真正的世仇, 双方对对方的仇视深入骨髓。 有一个很著名的段子, 形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上帝问波兰人, 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但是俄罗斯人得到双份, 结果波兰人直接戳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1611年, 波兰侵入俄罗斯, 侵占大片领土, 屠杀了大量人口。 双方关系就此一落千丈, 失去了任何逆转的可能。 自此之后, 双方战争不断, 基本上每一次都伴随着惨绝人寰的相互屠杀, 仇恨代代相传, 深入骨髓。 波兰历史上曾四次灭国, 每一次都有着俄罗斯的参与,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瓜分波兰, 两国积怨已久, 无论是官方亦或是民间都恨得牙痒痒。 可以说, 波兰绝对是最有可能遭受俄罗斯报复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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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